作为辞旧迎新的交接点 拥有许多习俗活动的除夕 被视作年味的重要体现 古往近来 除夕不仅在中国各地 演变出不尽相同的民俗 也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 对过年的共同记忆 近日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林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产世除夕古今善变 结马除夕年味 除夕何家团圆人们相互祝福 吃团圆饭送压岁前守岁等 彭林表示 这些习俗南北讲究各有不同 都有寓意在里面 比如年夜饭的菜肴就大有讲究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家这个概念 根深蒂固 吃这个团圆饭 对 那么这顿饭是一家里面 一年当中级别最高 规格最高 参加的人最多 最好吃的 最丰盛的 而且大家都明白 餐桌上一定要有鱼 这个讨吉利 要这么大一条鱼啊 哎呀 你们家年年也有鱼啊 这个头尾 基本上至少要留着 有头有尾 然后吃的东西都是圆的 汤圆啊 北方那里的叫圆宵啊 象征着我们这个家族呢 平安团圆啊 然后像广东那边的 摆上的菜还是叫发菜 北方还有包饺子啊 偷偷地在一个饺子里面 放一分钱硬币 今年象征着有好运 我们江苏都要吃那个雪片糕啊 都要吃个带糕的啊 我们还要更糕嘛 都有都有这样一种 寓意在里面 那个时候人人都充满着一种 对新的一年的期待 有些地方的民众认为 除夕时处处需要讲究 而有些地方则觉得百无禁忌 彭林表示 除夕是否百无禁忌 与民俗起义有关 从赵王爷的故事传说 可见一般 有个为什么有人说 这个时候呢 就是百无禁忌的 这是有一个说法 那个赵王爷呢 就是好像是24还是20几 他要到天上去了 要汇报工作 要到29、30才会回来 那么最大家里就没有 没有那个检察官了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马虎一点 赵王爷不在 没事 这个时候要结婚了 也不一定要看皇帝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实际上我们中国 文化上来讲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礼 一个叫书 礼是规定的 对吧 它是全国一样的 那么书呢 是可以有变化的 书呢 是地区性的 不规定的 那么在很多生活的习惯方面 允许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色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文化是多彩的 不仅国内 许多海外华侨华人 也会保留除夕 吃年夜饭 手碎等习俗 在彭林看来 种种习俗都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向心力 所以孔子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 我们的目标 是中国为一人 天下为一家 你看这个话多好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特别重视 这个年节的设立 设立以后 一代又一代的人 去丰富它 完善它 吸引大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文化的向心力 这种文化是骨髓里的东西 夺不走 中国人特别重情感 从这个血缘的情 到家乡的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发掘 这个文化里面最好的东西 彭林表示 我们需要完整深刻的认识并弘扬 包括除夕春节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 避免其落俗 要在反本开心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